今天是2023年2月6日星期一 两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 《我在这儿填好的》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在当年春季期间 延伸的一首公益曲 该歌曲是在央视的晚间新闻首播 随后被400多家媒体转发 轰动一时 同时这首歌曲还获得了 网易云音乐飙升榜 及内地MV排行榜的双榜冠军 这首歌曲是继《等着我和牛兰之女》之后 周深个人原唱的第三首公益歌曲 同时也是由周深工作室出品的 并于2021年2月10日 在音乐平台上作为单曲发布 这首歌曲在内地各大媒体中 防显强烈 不仅有400多家媒体转发 更是登上了光明网的首页 温馨好歌值得推荐 接下来是腾讯音乐游泥榜 周深的歌曲《花开忘忧》 拿下了最新一期的周榜冠军 成为了游泥榜历史上 第一首拥有11贯的歌曲 同时周深也成为 游泥榜历史上首位374 拿下周冠军的歌手 周深继续续写传奇 继续书写历史 周深不断地在超越自己 不断地在刷新的记录 令人兴奋 值得一提的是 歌曲《花开忘忧》 还同时拿下了 歌曲《五大维度》中的 推荐度TOP1 这首歌曲凭借春晚的影响力 又火了一把 另外在最新一期中 周深的人士开始领跑实时榜 不要忘记继续助力 同时歌曲人士 还在QQ音乐巅峰MV榜中 拿下了最新一期 总榜和内地榜的周冠军 再次恭喜周深 接下来要说的是 昨晚的2023央视元宵晚会 多个周深相关的话题 都登上了热搜榜 例如 周深的白色猩猩魔衣好可爱 周深抢达猜灯迷 周深毛不易双厨狂喜等 最搞笑的是 继周深在春晚被门夹了之后 周深昨晚元宵晚会上 又被人踩了 而且还登上了热搜榜 这是一套良心剧啊 为什么收场的总是周深呢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高危职业 周深依旧守住了他的舞台 毛不易周深同台合唱家乡人 毛不易周深合唱治愈效果翻倍 毛不易周深合唱家乡人 太暖了等等 这些话题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话说周深在观众席上好活跃 暗都摁不住 综艺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是如何评价周深当晚的表现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记忍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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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业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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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ee 订阅强